各位死亡善知识 与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 贤士同修 我们继续来禅节 风水学的奥秘 现在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一直上来 盖了那么多 买的人也很多 但是所居住的平安与佛 那就是一个问号 若是电梯 你设计错误了 我们不了解 刚好电梯在整个的 这个大楼的中宫的时候 周围 你所买居住的家家户户 一出门来 鸡胸 霍湖 参办 有如 这个 这个案例 就是电梯 那么 房子 室内门出来 就冲到电梯 这一家 一定很难住 无中生有的四寸灰灰一大堆 家里 比较不平安 甚至常有官司的问题出来 回顾 我这么多年来 每到 一栋大楼 我一定要看 这个大楼的电梯在中宫 看这一家门出去 是不是对的和电梯相对 相对的这一家 查询的结果 家里事情很多 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太多了 看得很心疼 有些就问说建设公司 你怎么这么设计 他这样比较省钱 你有没有省给 买房子的人 没有 省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让居住者不平安 罪过耶 罪过耶 所以 我就跟建设公司 你来住的这些 有的是你多生父母 多生的恩人 那他们住进来 不平安 你对多生父母 这种感想 是不孝耶 不情不义耶 所以 有的建设公司 我跟他这样 谈起的时候 以后就很注意 建筑书的设计 所以建筑书 一定要来学风水 不要开玩笑 你学好了 你可以立你的立天 也可以立你的子子孙孙 留一些斗给你子子孙孙 所以我 才利用这个时间 用电视短转五分钟的时间 提醒各位 你们要怎么样来 趋吉避凶 这是人生的大课题 像这个形状 你对了 门出来 射进去了 这无解 到最后 你只有去改革前观 门改到里面来 改过来 才能化解 人与环境的干戈 才能够习战争 那我们的居住者 就会比较平安 平安四福 祝福各位